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2.2的题目 我们来看成绩2分跟3分的要加油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下列现象呢,属于光的反射现象的是什么 其实我刚才已经有透露一点 对不对,水中的导影是反射的 水中的导影是反射 光的彩虹呢,其实是射散的现象 还没有讲到 影子是因为光的直线传播 这一次大家都没有选了 你肯定知道这个不是 那海市森楼呢,其实也是属于折射的一个现象 OK,所以水中的导影是反射的 OK,好,再来哪一个不是反射定律呢 我也怕最后一个呢,不够明显 光路可逆,有时候我有点争议性 我就写不可逆啊,这个肯定是错的 其余的都是对的 就是反射光线,入射光线 法线都在同一个平面 这个是 要看清楚你的题目啊 哪一个不是 OK,所以我要选不是反射定律的 然后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别 位于法线的两侧 这个也是啦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这个也是 这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反射定律 光路是可逆 很正义,我直接写不可逆 这个肯定是错的啦 OK,再来下面 镜面反射的叙述哪一个是正确的 平行的光线照射在光滑的表面 然后反射光线也是平行的 这个是我们的镜面反射 然后慢反射反而是光 平行的光照射在粗糙的表面 然后反射光线不再平行 谁把这两个对调啊 是谁啊 我要哭了啦 OK,加把镜啦 答错的人,你们要反省一下 只有你一位答错 OK,下列有关 镜面反射和慢反射叙述 何者是正确 那镜面反射一定比较亮吗 不一定啊,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是黑暗的环境 如果光在背面的话 你会显得特别暗 再来慢反射一定暗吗 也不对 就是说这一种 如果是光在背面的情况 它会倒转的 它会慢反射反而比较亮 OK,唯一的对的是 镜面反射是符合反射定律的 其实慢反射也符合反射定律 所以镜面反射符合反射定律 这个是对的 其实慢反射也是符合反射定律 所以最后的是错的 OK 如果我们能够从不同的方向 都看到桌子 书本 这个是因为 这个物体 设在这个物体上的光 进行了慢反射 为什么一定是慢反射 因为慢反射 反射了之后 它会往四面八方的方向去 所以 如果从不同的位置 都可以看到的话 那个就是慢反射 如果是只有特定的位置 才能够看到 那它就是镜面反射 这样子可以理解 然后眼睛发光 射到物体 哇 你的眼睛是什么 你是Superman 眼睛不会发光了 看清楚那个叙述 好不好 来看清楚叙述 OK 3比3 这个是什么 镜面反射和 慢反射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这个很大争议性 我们来看一下 镜面反射 只发生在平面镜表面 不是 它是平滑的 只要是平滑的都可以 当然 平面镜的那个效果是最好 但是不是 一定只有在 平面镜上 有一些光滑的表面呢 都可以的 镜面反射和慢反射呢 光路都是可逆的 我刚才讲了 光路可逆是用在任何的情况的 不只是反射定律上 所以如果反射定律符合 这样 慢反射也是符合的 只是说你能不能够做到那么 细微的 在某一个位置 它从这边反射过去 你要从同样的位置 回去 其实也是符合的 OK 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其实光路都是可逆的 再来 镜面反射遵循反射定律 慢反射不遵循 这个我们一直得在课文上都有强调的 对不对 慢反射跟镜面反射都符合反射定律 镜面反射中 反射光线慢无规律 慢反射就一定有一定的规律 这个倒转的啦 镜面反射是有一定的规律 慢反射是好像慢无规律 就是因为它往四面八方的方向 OK 所以这题相当 相当多学生做错啦 所以这题才是正确的 最后一题 这是课本的题 我还没有讨论到课本 不过给你们做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在那个 镜面反射跟慢 镜面反射跟慢反射 我讲说那个镜子啊 特别暗的情况有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那种情形的 那在雨后晴朗的 雨后晴朗的夜晚 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呢 下完雨 地面上有这个水 水滩 对不对 那水滩呢 它的这个表面就特别的光滑 如果你迎着月光走的话 你会看到呢 镜面反射是特别亮的 OK 所以迎着月光走 水呢是亮了 如果你背着月光走 水的部分是暗的 OK 说这个 第一个选项呢 还是正确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